接下来咱们第二个话题 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争议的方便去引 其实过去20多个小时 昨天所有人都挺激动的 对这场比赛的判法有的人不理解 对主裁判的一些做出的判法 不是特别的认可 不多说了 我们今天就摘出了四个 四个比较关键的判法 那么一个一个跟大家复一下盘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卢林的那个手球 先是李提香和巴坎布争顶的时候 有这个手臂触球的嫌疑 然后在第二次进攻的时候 在传中的时候 球是先打到了卢林的腿上 见到了他的手上 这个球并没有吹罚点球 也没有视频裁判去介入 首先说李提香这个球 看清楚一点 应该是砸在了肩板上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是这个球 今天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些 很有经验的这个裁判员 目前国际足联的这个最新的精神 就是考虑的不是说 传球和队员之间的距离 要摆得起来 有的人说距离太近 我躲不开 这是原来经常的一个 一个借口 但是现在要看防守队员的一个意识和最终的结果 意识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去阻拦他这个传球也好 射门也好 结果是不是你的手的确阻拦了这次传球或者射门 如果这两项构成就应该是点球的判法 所以说这个当时没有吹 这应该是一个算是一个误判吧 其实这个应该是刚刚发生到这个50多分钟的时候 大家更纠结的是复利的第二个进球 我们来看一下 说之前咱们先把话往前倒一下 有人说这个一直在纠结侯森的出击 这是那个角球之前的那个角球 这个球我们的确承认 霍森在出击的时机和选位上有一些问题 他没有第一时间破到这个球 让陈志昭有机会打空门 所以持中国去解围 才造成了失球的那个角球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 在后点的张海伟把球给打进了 但是之后所有的争议点就集中在了 中间跃起的肖志 是不是对侯森有干扰 有这个冲撞 其实现在国际足联的一个最新的精神 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在小禁区 也就是阀交区里 对于裁判守门员的保护 原来是一个理解 现在好像是除了你可以用手作为特权 其实跟其他队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这个球呢 有人说是肖志先站住了位置 先起跳 侯森是冲过来去抢这个位置 但是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我们来看万镜头的时候 关键点应该看肖志在起跳的时候 在侯森准备击球的时候 肖志的左臂是不是对侯森有干扰 有冲撞 而这个我觉得是在昨天 其实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 因为你不同的球迷站在自己球队的立场上 会对规则有不一样的解读 这个每个人都得承认肯定是这样的 也有人会说你越美怎么怎么说 精美怎么怎么说 但是我只说一点 你在这种产生了进球的关键判罚当中 不管是站在哪个观点 或者是说裁判有什么什么样的客观的原因存在 视频助理裁判是有的 而侯森只是提示你得看看VAR 然后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个我也请教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裁判员 这个为什么我们对侯森做出了VAR的手势 吃到黄牌很惊讶 按规则来说 尤其是今年引入了VAR的时候 规则上面是写入的 出现争议之后 无论是攻方还是首方的队员 无权向裁判员做出这种 赶快看看VAR看视频 就像CBA赛场的凌容忍 你不能要求裁判去做 但是真正能够执行这项规则的裁判员不多 我们现在要给王迪点个赞 这是他昨天为数不多的做出的正确的判罚而已 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队员是无权要求裁判员去看视频的 为什么其他的主裁判 我们在其他赛场看到很多 也有人做出这种 边线球说看就看了 还是回到昨天侯森 我觉得肖智对侯森的确在征顶的时候 有一个用胳膊上的下压也好 去推也好 去拦截也好 所以说这个球应该是判卫无效的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下面两个观点 其实和刚才看的两个不太一样 就是只涉及到红黄牌 首先来看 当昨天队长于阳吃到那张黄牌 按理说这应该是对方的 乌索的一个阳装 不说他之前手球 只是于阳拦截他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阳装 因为他捂着脸倒下了 解说当中魏东和王正庆也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就是当职裁判对于动作的识别和理解的问题了 首先这个为什么要给于阳黄牌 是于阳拦截了乌索的带球 但是乌索在于阳拦截之前 有一个明显的手不触球的动作 这个球如果你先吹了 如果看犯规先和后的话 应该是不会给于阳黄牌的 这属于对比赛的阅读和动作理解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刚才这个片头当中也提到了 就是让这个当时解说的魏东和王正庆很不理解的 有的时候王正庆还这个引出了他多年前 在上海踢教学比赛的时候 王迪去执教的一些往事啊等等等等 对就是承飞亚拉拽比埃拉的那个镜头 那个我们真是不常见的那么一个拉拽 当时我觉得在第一秒就应该想哨了 而且马上就会补上一张黄牌 王正庆也看了很多欧洲联赛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判法 但是就这么忽略过去了 你说是业务能力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呢列出了这么多所谓的争议判法 有人说今天得好好说说裁判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的意图 因为还有人说了 这个这么关键的比赛 跟上岗较着劲争榜首的比赛 为什么派个上海的裁判员呢 其实并不是像很多球迷理解的那样 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下午贵州队上岗的比赛 执行的主裁的是北京的裁判 这点上大家不用往更多的地方去发散 你要再发散没办法 就没有意思了 要是来一个山东的裁判 对是不是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 的确在刚才我们举出的这四个 比较典型的判法当中 出现了错误的判法 要说王迪其实跟国安队 还是有渊源的 不是说王长庆那会说 他东迅的时候在上海打教学赛 那会王迪还不是国家级的比赛 我记得就我们回来的记者 跟我们说 说是在一次判法当中 和当时的徐亮 应该是产生了这种 意见上的不统一 弄得很不愉快 因为当时王迪是在上海 进行一个这个职裁 等于等于这个是不是之后 又又如何如何了 就像人说在什么足协的听证会上 说出那样的话 我就是看什么什么不顺眼 这个无从得知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确凿的证据 我们不会去说 但是说到王迪和这个国安的渊源 我们来看几段视频 首先来看呢 大家印象对深的应该是 13年中超武汉主场对国安的那场比赛 这个时候格隆有一张黄牌了 在突入禁区的时候呢 被对方铲倒 这个球王迪判的是格隆假摔 给了他第二张黄牌 应该是我记得在这个判罚之后 被足协内部好像停了几场 停了几场吹罚 那么这应该是国安球迷 好像和王迪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印象最深的一次 就是对格隆的这次吹罚 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 禁区内的铲球犯规 但是这个吹罚了格隆的这个假摔呢 就是应该属于一个反叛 那么这是去年啊 这个应该很有 很多人都有印象 对竹上达鲁能的时候 李磊在解围的时候 被对方的王童用鞋钉 他一直在叫裁判 裁判裁判 你看我的脖子 三道鞋钉踹出的血印 按理说这个出现的脚球 就应该是不存在的 应该重新吹罚王童 在拼抢当中的犯规 但是王迪并没有采 采纳这个李磊 向他反馈的意见 依旧坚持判罚了这个脚球 那么这个脚球带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鲁能队西赛 搬平的那个进球 从2013年到2017年 隔了五个赛季 王童呢 再一次走入了北京国安球迷的这个视线 其实 这个王迪原来应该是这个国际级的裁判 那么也是去年这场比赛之后 也就是全舰队江苏苏宁的比赛之后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误判 这是洪正好 韩国外援去封堵全舰队的队员射门的时候 王迪在禁区内认定他授求犯规 还给他补了一张黄牌 但是经过去年没有VAR 这完全是看转播的之后 我们看到是清清楚楚的打在了洪正好的内部 对 这属于当轮比赛当中一个很严重的失误 这个之后可能也受到了一个内部的处罚 当然列出了这些 其实并不是要如何如何 其实我们刚才就说了 过了一天了 你再去纠结 你昨天那么兴奋 那么激动的那种 其实也没有必要了 我只是做出这些 只是希望这些法官们 黑衣法官们能够在业务上提升自己的能力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公正的比赛而已 所以此时此刻绝不是像巴罗特利一样 先级球衣 Why always you 好打球 而是希望我们的联赛再走向国际 我们方方面面投入 然后视频助理裁判的引用 包括赞助都在不断的升级 所有的东西都配套的升级了 都职业起来了 我们才是一个健康向上 得跟上套 对